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S級分析的節目 節目開始的時候請大家訂閱大衛sir的頻道 留言、點贊、分享、看廣告 S先生你好 目前華為已經在全球得到了50多家的5G相用的合約 其中有28個是來自歐洲的 所以全球大約有三分之二的5G網絡 在網絡上的業務,在中端的業務上 今年上半年華為已經在全球銷售起碼超過一億台新機 由此可見美國對於華為的圍堵 其實已經可以說完全失敗了 因為華為還沒有像美國所想那樣 在它的制裁之下 是會倒台的 相反華為不只肯通訊領域得到了特維 在美國的制裁之下 還在聯合國內的芯片廠商 實現了7納米的芯片的雙用化石生產 更高的芯片亦在原法裏面 可見美國的制裁不止沒有達到目的 還成為華為爛向前大踏步的發展 還實現了獨立自主的那個原動力 老美已經是抱不住了 主動是要申請使用華為的設備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有很多通訊的方法都不行了 歐洲那邊都爆表了 大家都知道老美過去是這樣的 那麽這麼瘋狂打壓華為 那編出了很多各種各樣的陰謀論 還聯合了歐洲多個國家進行了聯合打壓的 但是現在華為早已經是甘非式備了 華為在5G的技術上可以說是搖搖領先 而老美的美軍就發現 不用華為的設備成本是高很多的 但是還不好用的 現在還死奶皮的說要找華為 那真是三十年河東就三十年河西 大家認爲 阿大利Sir 你想想 華為會不會給美國用呢 阿大利Sir 你又怎樣看 我看回經濟學人的一篇報導 他就說 現在的華為 是令到老美更加擔憂的 而且 就已經是發動了一場全面競爭的了 這個全面競爭 那你說我會不會提供武器給敵人呢 當然不會提供啦 老實說 你這樣打壓我們 我們還要 賣東西給你對付我 想也不要想 所以美國的軍工企業 其實已經算是玩完了 那你說華為 其實跟其他國家合作 可以不可以呢 譬如像印度那樣 那這樣過了老美一動呢 我真的覺得非常搞笑 那世界的博弈呢 是沒有說客氣這件事的 你要我死 我當然 不想死 但是 我都不需要要你忙 但是我只要你難過 那你的研發 沒有了 那就是代表什麼 我就覺得 這個對我們安全來說 是 作出一個保障的 華為作為一個 那麼重要的企業 你不可以將它去定位 因為 對於我們各方各面 包括 剛才說的 淡化家 其實 原來淡化家 我們已經製造了 量子光源晶片 而且 這個輸出波長的範圍 是比之前增加三倍的 在量子方面 就進行了一個 非常之巨大的突破 我不是很懂量子 但是我看到這個訊息 我覺得 非常之開心 因為這個是國際 首次 而且 整個波長範圍 是增加了四倍的 這個情況 其實對於 很多國家來說 都做不到 另外一方面 在核融合 在晶片技術方面 雖然我們現在 都是 未 真正去打贏老美 但是我相信 就相距不遠 另一個層面 對於全世界來說 他不跟華為合作 真的不知道跟哪個國家合作 尤其是我們的低軌衛星 尤其是我們的綠資技術 尤其是我們的電力系統 各方面 其實已經有更加強的突破 而且我們看到 華為現在真的越來越強 而且很專注自己 需要做的工作 對於 我們的AI 我覺得 是進步得 很誇張的 也看回 在過去 那麼長的日子 裏面 究竟 老美 是不是 可以壓制到華為呢 現在不單止 壓制不到 反而還令到華為 是肉火重新 重新再來 我想老美小想不到 用那麼短的時間 我們的華為 竟然作出 那麼多的突破 究竟有什麼秘密呢 請教一下先生 華為很多東西都是自主 大家可以看到的 華為其實 已經是 一早 已經是遇到你 美國人反面了 所以變成很多後備的東西 是做了那個準備工作 華為 那個背景 因為 本身都是 軍佬出身 所以在那個 戰略方面的 部署的各方面 就是 已經是 有一個長期的 準備在那裡 老美說呢 要說 就跟華為合作 那麼現在全球的那個互聯網 都已經有很多人 在那裡討論 你說要跟華為合作 包括那些五國大樓 美國那個國防部 全部都在那裡向 美國國會申請 是這個 希望能夠 跟華為合作 能夠買到華為的設備 整個互聯網 現在都火爆了 很多的國外那個網友 今天都在網上 去問 喂 究竟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美國都突然 要改口呢 他們是離不開華為 那麼很多人可能只知道 華為是 做手機的 做得很厲害 其實華為的那個 的重點 和它的科技 是在通訊領域 它是在通訊領域的世界 的霸主 而且全球那個基礎 這個通訊的領域 也是一個最強的霸主 通訊領域 通訊領域 報遍了全球 很多個國家 彭博社那個報道 也是直接 點名華為 它是在非洲 執行這個任務 美國的特種部隊 和人員 都參加這個法國巴黎 和這個英國 這個 這個 國際行展 五國大樓官員 他說在全球 很多個地方 美國的軍事人 就必須要 依賴華為 這個的網絡 才能夠 完成他們的工作 其實我們看回 華為 佔據了全球的 國際行政策 那個收入 是三分之一的 而五國大樓 在這個 推展這個業務 各國家系統 裡面 也是很低心 計固的基礎 他們不可能 找到其他代替 的選項 來代替華為 而美國前國防部長 也都 表示 最初他們的 美國的立法 本來是很好的 但是呢 我個人認為 他的執行和理論 是兩方面 還有 在那個實際方面 就沒有考慮到 他這麼周全 而 他說 截至到現在 美國的企業 已經 得到價值有30至50億 美元的華為進口 許可證 之前呢 是由於這個國防授權法的所限 美國一些的企業 幾乎 是面臨倒位的 除此之外 還有媒體爆出來 在2019年 到2024年 美國一邊在抵制盟友 和中國進行 貿易往來 但是美國自己 卻是 給本國企業 簽罰2000多份的進口 這個許可證的申請 那這些呢 相關的中國企業呢 基本上呢 都是美國商務部的 黑名單裏面 其中是包括它說的 那不僅如此 就是這樣 而其實呢 美國呢 一直現在這樣說 去抵制中國呢 大家知不知道呢 它跟東南亞那邊呢 是買了很多中國東西 中國也都知道的 中國出呢 就賣給越南啊 馬來西亞 那他們那邊呢 就換個牌子 就賣過去給美國 而且呢 美國還要高價 去那邊呢 是收香回來的 所以你說有什麼辦法 美國的工制呢 這個通貨膨脹 那大家看得 看得明白 是美國離不開華為 而不是華為離不開美國 那美國呢 是這麼迫切的需要 是華為的技術 而老美希望得到 華為的幫助 否則呢 美國軍人 部隊在外面 執行任務的時候呢 連流暢那個的網絡信號 的機站 都沒有 那而剛剛 美國國會呢 參議院呢 《情報委員會》的主席呢 這個馬克 旭南 更是補充這樣說呢 這個 缺免 可能呢 是必要的 就是將這個華為的那個 禁令而豁免了 是壞的 那我理解到呢 這個是符合到美國 更大的 國家安全的利益 的有限情況之下 需要呢 那需要呢 針對呢 第八百百條 條款的豁免 而美國國防部的發言人呢 也都說呢 親口的確認呢 他說申請豁免權呢 希望能夠成功申請到 豁免權能夠呢 和華為呢 是重新合作的 那五國大樓啦 國防部啦 參議院啦 提醒了出來呢 求情啦 那全部呢 都希望 將華為呢 是請回去美國 那希望呢 能夠呢 大家呢 是繼續合作的 那全球網上呢 今天很多人呢 都在那裡 談論這件事情 好像華為贏了 確實呢 華為呢 做到呢 是以一己之力 打破了 這個老美舉國的封鎖 這個成就呢 就是前無古人的 在華為之前呢 全球沒有任何一個企業呢 能夠面對著呢 美國那個的 全球的打壓 依然呢 能夠呢 可以 做出一個突破 和生存 而這些 這個事情呢 就可以充分地證明了 一個道理就是 打結也不需要自身硬啊 我跟毛澤東說的 現在呢 全世界呢 都在那裡 加強了5G網絡的設備 而華為在5G的 科技上面呢 走了向全世界的前列 那麼在這個 領域呢 享有絕對的華語權 如果美國 繼續呢 圍堵華為呢 那麼恐怕呢 這個美國呢 就會 被這個時代 被拋棄了 那麼我們正所謂的 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制裁 華為的國家 這個美國呢 現在反而呢 要求著呢 申請使用華為的設備 這個令到呢 歐美國家呢 嘩然 想當初呢 美國政府聯合其他國家 不擇審選打決 還說呢 如果這樣跟華為合作呢 或者是使用華為的設備呢 美國就是要制裁你了 現在呢 美國政府自己呢 還說呢 需要使用華為的設備呢 那麼美國現在在那裡 現在玩得明白了 既然呢 無論怎樣去打壓 封鎖華為呢 都不行 打不過華為 就不如呢 自己呢 去加入 那麼早點享受的呢 是華為帶來的那個 科技的 的 建利 那麼 美國以前的制裁的時候呢 其實有沒有想過呢 今天呢 又反口 的一天 大衛sir 你怎麼看呢 其實我想老美是完全想不到的 首先 他的生產 能力就完全沒有了 那麼 他唯一得到的呢 就是他的設計 對於晶片的設計 對於一些高端晶片的專利 生產者是誰呢 為什麼要碰着 台積電 英偉達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只是負責設計而已 製造業那裏 他都是要靠 英偉達和台積電 尤其是 台積電是最重要的 因為英偉達交給台積電 去製造晶片的 所以 老美呢 是覺得我擁有台積電 我就贏了 細想不到 一個台積電 是玩不贏 我們整個中國的 因為華為是屬於 整個中國的嘛 那麼這次老美呢 我相信要翻身 都非常之困難了 是不是啊先生 是啊 是啊 不過他美國佬又厚臉皮的 那麼大家知道 中國呢 拿回一些月樣回來 那美國佬呢 現在呢 就慢那麼吵 就說 中國為什麼你不給一些 月樣給我啊 不過呢 他又做了一場 啊 好戲喔 那Lassar呢 就說 找了這個 他的律師團隊呢 在那裡研究他們這個 禁止中國合作 航天科技合作的那個法案呢 那麼他說呢 他們竟然呢 給出一個答案就是 啊他們找到 有什麼辦法可以 跳開這個條款了 那麼這條條款呢 是禁制 我們同學 中國合作的嘛 好了 只要你中國 是贈送那些月樣給我呢 那就是 或者是贈送那些月樣 給我 NASA 這個 系統以下的公司呢 那就沒有抵觸這條法例了 那可能 又會 可能他又會跟華為說 我是現在封鎖你 抵制你的 不過你華為如果你是這個 毀證 這些技術給我呢 我是 跟我封鎖你呢 是沒有抵觸的 啊 大律師 這麼無恥 我真是 不甘地警探一句 這樣也做得出 實在太厲害了 真是猜不到 好啊 師生交給你 別人是老大嘛 所以呢 有什麼都可以說得出的 大律師 我們今天 時間已經 什麼了 我們不如到消息 好啊 好 謝謝先生 謝謝 拜拜 原來老美呢 偷偷地用華為的 那我相信 老美這次很大劑 知道這一點 我們更加 可以很清楚地研判 我想 這個世界上高 這個唯一的超級強國 已經和大家 say goodbye了 不是將會say goodbye 而是正式say goodbye 好 depressing 今天節目時間就到此alle 感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